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最后一章 床博敦税 简称敦税 这一章是非重点章 也是我们税法二单中考评最低的一章了 近七年 平均分就在两分左右 有的年份他只考了一道题 不过最近三年 基本上是一道单选 一道多选 而他的高评考点 主要集中在税收优惠 应纳税额计算 还有征收管理 我们预计二三年 还是沿用二一年 二二年那种考法 一个单选题 一个多选题 那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 这三个高评考点 好吧 OK来 先看第一节概述 简单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税种 敦税呢 它跟关税一样 由海关来负责征收 那么是针对从境外的港口 进入到我们境内港口的船舶 来征收的一种税 一艘轮船 从境外 到我们境内 港口了 它用了我们这的 驻航设施 比如GPS导航设施 那你用了我们这的设施 是不是要给我们交点钱呢 交点费用啊 那么就收他一个停靠费 你这艘船 你停到我们港口这 我收你一个停靠费 就跟 那个停车场 你停在他那 停一小时他收你五块钱停车费一样 敦税呢 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只不过呢 他不叫停靠费 他叫床舶敦税 好 那了解一下 敦税的特点 他主要是针对进出中国港口的 国际航行的床舶来征收 你找到我们港口这了 停靠了 就有这个税种 那他是从量定额征收 从的是什么量呢 船舶的近吨位 重量 有多少吨 对不同的船舶呢 分别是用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优惠税率呢 往往他要看船集国 就这艘轮船是哪个国家的 如果这个国家跟我们关系比较好 是好朋友 那就给打个折 优惠税率 好 所征的税款呢 主要是用于港口建设维护 以及海上干线公用航标的建设维护的 好 第二节 征税范围还有税率 征税范围是自中国境外的港口 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 所以这个船舶 包括 中国籍的船舶 咱们中国籍的船舶 有的船呀 也专门跑远洋运输 跑完远洋运输又回来 又停靠到我们自己这个港口这儿了 也是要交船舶敦税的 只是会有优惠税率而已 好 那我们看一下税率 税率的话呢 具体税率考试会给你是已知条件 我们呢熟悉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形式 那船舶敦税嘛 从量定额几征 它是定额税率 每进冬为多少钱的船舶敦税 那它也是复合税率的形式 一方面呢 要看船舶的重量 进冬位有多少 因为它按照船舶的进冬位 把税率呢 分成了有四级 把这个进冬位分成了有四档嘛 同时还要看 敦税的执照期限 划分了不同的税率 敦税的执照期限 是什么呢 一艘从境外来的轮船 停靠到我们进口 这个境内港口罩的时候 海关呢 它会给它一个敦税执照 这个敦税执照上 它会写着这个停靠的期限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这就是执照期限 那它有30天的 有停90天的 还有停一年的 就跟你去包月 包季 包年一样 对吧 那当然如果说 你买了一个月卡 30天的 有效期就是30天 这30天 你都可以停靠在 我们港口这里 当然有可能说 它来了几天 它又走了 那只要是它在一个月内 它又来了 那一个月的有效期嘛 你看它买的执照期限 是多长时间的 一个月的 一个季度的 一年的 好 那执照期限越长 也就是停靠的期限 它越长 那将人交到税 它就越多 OK 那税率上呢 主要是关注一下税率的形式 它有优惠税率 它还有普通税率 适用范围 什么样的情况下 用优惠税率呢 你看我们考计算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道题里面呢 它既会给你普通税率 它也会给你优惠税率 那你就要自己去判断 我选择用哪一个税率来算税了 优惠税率呢 往往是针对这艘船舶 是中国国籍的船舶 那自己人嘛 当然打个折 给个优惠了 而如果说 船集国 它是跟我们国家签订了 含有相互给予 船舶税费 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 或者协定的 那么相应的也能享受优惠税率 说明我们之间 我们跟这个国家之间 外交关系搞得比较好嘛 才会签 船舶税费 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协定嘛 关系不好的 谁会签这玩意儿啊 既然关系好 好朋友之间呢 我就给你打个折了 对吧 好 第二 普通税率 那就是 跟我们关系不好的 没有签什么这种条款的 对吧 那就是普通税率 好 第三节 税收优惠 这是重点 来 它分免征的优惠 还有延期优惠 我们先看免征优惠 第一 英纳税额 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船舶 你看 税法一单中 关税的税收优惠 也是人民币50元以下的船舶 免税 对不对 这体现什么呢 我们国家的海关呀 是比较大方的 对吧 我们说要是这个税啊 50块钱以下 来免了 我们海关看不上 我们太大方了 好 第二 自境外 以购买 受赠 继承等方式 取得船舶所有权 而且是初次进口 到港的空载船舶 就这艘船 我从国外买进来的 那买进来 得从境外的港口 到我们境内港口吧 好 那如果说 是我买进来的 而且它是第一次 到我们中国境内的港口 并且是空载的 没有载人 也没有载货 那好吧 免税 第三 敦税执照 期满后 24小时内 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一般如果 敦税执照 期满了 这艘船还没走 接下来 它就要蓄脚 船舶 敦税了 那么说 只要它在24小时内 没有上下客货的 那我们可以 给它免税 第四是 非机动船舶 非机动的 咱免税的 但是里边 不包括飞机动 泊船 飞机动 泊船 咱们后面会说 算船泊 敦税的时候 它是减半征收 车船税 飞机动 泊船 也是减半征收 对吧 这是一样的 然后 第五 捕捞 养殖 渔船 你看 这都跟车船税一样 捕捞 养殖 渔船 农用的 给它免税 第六 因为避难 防疫隔离 修理 改造 终止运营 或者拆解 并不上下 客货的 船舶 它没有 来运送旅客 也没有什么呢 运送货物 它没有上下 客货 那就没有运营 它只是因为 避难呀 或者防疫隔离呀 比如之前 新冠疫情的时候 有一些 外国的轮船 停靠在 我们这个口岸这 对不对 那这种都是因为 防疫隔离 只要它没有上下人的 或者说没有上下货的 对吧 就它没有在这运营的 OK 那就免税 因为人家迫不得已嘛 它也想走 走不了啊 好 第七 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 专用或者征用的船舶 这也是 想走走不了啊 都被军队给征用了 那就免税呗 好 第八 警用的船舶 公检法的船舶 当然免 这就跟我们讲 车船税 特权的 这都免的 对不对 这都免的 好 第九是国际惯例 大使馆的船舶 车船税 是不是也有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你像 这个 第四条 对吧 里边的飞机动舶船 第五条 第七条 和第八条 第九条 这些是不是跟 车船税 是一样的优惠 对吧 一样的优惠 来 来 四 五 五 七 八 九 这几条 好 接下来延期优惠 延期优惠呢 它指的是 给它延长 敦税执照的期限 本来这个敦税执照 我是买了30天的 好 现在给我延7天 延的这7天 相当于免费送我的 我不用交税 这不也是一种优惠吗 那么它是发生了 在敦税执照期限内 发生了下列情形之一的 那么海关呢 它可以按照 实际发生的天数 来批注延长 敦税执照的期限 哪些情况呢 就一句话 想走走不了 那就可以延期 比如因为避难 防疫隔离 改造修理 并不上下课货的 是不是想走走不了啊 那没办法 或者因为军队 武装警察部队 征用的 被征用了 那也是想走走不了啊 那你要是被征用了10天呢 那就给他延期10天 那英税传博 因为不可抗力 在未设立海关的地点停泊的 传博负责人 要立即就禁报告 就禁向附近的海关报告 并且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以后呢 再向海关呢 去申报纳税 这是这一点 好 税收优惠 我们来看一下 多选题 下列船舶当中 免征船舶敦税的有 A 英纳税额 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船舶 海关比较大方 免税的 非机动舶船 这个不免 它是减半的 其他的非机动船舶 那都是免税的 紫禁外购买取得船舶 所有权 初次进口到港的空载船舶 这是免的 好选项 选项 纳税额的计算 他的计算呢 很简单 从量定额计真 反正税率会给你 只是你要判断 用普通税率 还是 优惠税率 那计税依据呢 船舶的 静吨位 重量 好 拿船舶静吨位 乘以定额税率来计算 那注意 如果是拖船 来 拖船呢 我们按照发动机功率 每千瓦要折合 静吨位来计算 因为拖船 它往往给你的是一个功率 比如 6000千瓦 那你要给它乘以0.67 算出 它有多重 它的静吨位数多少 完了你去找 试用 哪一档 床舶 吨税的税率 然后再来乘以定额税率 另外呢 拖船和非机动搏船 在这儿都是减半征收 所以它在折合0.67吨以后 算出税以后 还要打五折 你看这一点 跟车船税计算是一样的 对吧 车船税也是拖船 非机动搏船 我们算出来以后呢 给它乘个50% 而如果是无法提供 静吨位证明文件的游艇 游艇那也是按照发动机功率 来折合成静吨位计算 怎么折合呢 它是折合0.05吨来算 你就6000千瓦的游艇 那就乘0.05来算吨位数 好 所以这个0.67和0.05 考试不给 你要记 OK 接下来 应税船舶 在进入港口 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 要向海关来申报纳税 领取吨税执照 你看 你是买30天的呢 还是90天的 还是一年的 对吧 包月包季包年 好 或者说 娇艳敦税执照 有可能他上一次来的时候 包了一个月卡 然后呢 过了几天又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 在一个月内又回来了 那又来的时候 把那个月卡出示一下 我看看你是不是在有效期内 那是在有效期内的 那你可以再继续停靠在我这儿 这叫交业 敦税执照 好 应税船舶负责人 在每次申报纳税时 可以按照敦税的税募税率表 选择申领一种期限的敦税执照 你就看你是选30天的 90天的 还是一年的 你自己选 反正你选哪一种 你就按照对应的税率 把税给交了就行 对吧 好 那应税船舶负责人 申领敦税执照的时候 要向海关提供下列文件 第一 是船舶国籍证书 或者海事部门签发的 船舶国籍证书收存证明 因为我要知道 你是哪个国籍的船舶 这样就知道 是适用优惠税率 还是普通税率 第二个要提供的是 船舶吞位的证明 如果没有这个船舶吞位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计算出 船舶吞税 这是计税依据 所以这些资料是需要提供的 好 第三 应税船舶在离开港口 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 要交验敦税执照 因为要看看 他有没有超过期限 说本来买了一个月的 好家伙 过了一个月才走 那当然要补税 是不是 那我要看看他走的时候 还在不在咱们这个有效期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来看看计算怎么考 21年8月1日 某 外国籍的托船 驶入我国某港口 那这个托船发动机的功率是 1万千瓦 申领30天的吨税执照 那么30天吨税执照 对应的超过2000进吨 但不超过1万进吨的普通税率呢 每吨是4块钱 那托船缴多少船舶吨税 他就只给了一档税率 那好说 托船发动机功率 1万千瓦 折合0.67来算吨位数 每吨4块钱的船舶吨税 别忘了这是托船 所以要成个50% 托船 飞机动舶船都减半征收 对吧 好了 这就计算出相应的应拿税额了 好 再来单选题 国外进吨位为3000吨的飞机动舶船 你看到 舶船那也是减半的 在港口停留30天 已经签订了最惠国条款 飞机动舶船停留30天 普通税率一吨4块钱 优惠税率呢 一吨3块 那你用普通税率还是优惠税率呢 人家传机国跟我们签了什么 最惠国待遇条款 那就一个朋友圈的 好朋友之间打个折 用优惠税率 那就3000吨 乘以每吨3块 别忘了还得乘50% 因为飞机动舶船打5折 不是打骨折 是打5折 好 再来单选题 驶入我国港口的某外国拖船 又是拖船 基本上考计算 要么拖船 要么飞机动舶船 因为他有打5折 他就想考你 记不记得打5折的事 对吧 来拖船发动机功率 15000千瓦 拖船负责人 申领30天期限的 吨税执照 好 然后超过2000进吨 但小于1万进吨 对应的税率 每吨2块9 超过1万进吨 但不超过5万进吨 对应的税率呢 每吨3块3 这个时候你得看看 到底用哪一个税率 是不是要算出 进吨位数 但它是一艘拖船 它只给了功率 那么15000要乘以0.67 算吨位数 1050吨 那显然属于 用每吨位3.3的 这个税率来计算 那就乘以3.3 别忘了 这可是拖船 我们得乘50% 好 那如果说23年 给你来一个游艇呢 不知道进吨位的游艇 那你怎么办 那就是拿它的功率 比方说功率 15000 对吧 乘以0.05 这是游艇 游艇你在 折合进吨位的时候 用的 可是0.05来计算 好 然后呢 再来乘以定额税率 就行了 你就看题目 给你的定额税率 是多少了 而游艇 有没有打五折的事 就没有 对吧 拖船 飞机动 舶船 才有乘50%的事 好 最后一节 征收管理 来 征收管理 有的内容跟关税 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比照着一起计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应税船舶 进入港口的当天 这天你停我们这 港口了 停靠费 我就要开始收了 然后征收机关 是海关 船舶在敦税执照 期满后 尚未离开港口的 那么他就需要 申领新的敦税执照 什么时候申领呢 可以考征收管理的 文字性表达题 自上一次 敦税执照期满的 次日起 续缴敦税 当然是次日 你要等前面的 那个敦税执照 满了 期限到了 我才需要去 续缴敦税 那就次日 好 纳税期限 应税船舶负责人 应当自海关填发 敦税缴款 停证之日起 15天内 向指定银行 交清税款 你看 这是不是跟 税衣单中的关税 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按期 交清税款的 那就从 至纳税款 之日起 一直到 较清 税款 至日 按日 加收多少 万分之五的 至纳金 这都跟 关税一样 好 接着 纳税担保的事 他说的是 应税传博 还没有到 我们港口呢 但他经过 海关核准 先行申报 并且半截了 出入境 手续了 那这时候 船还没到 先把手续 给办了 那要防止 将来船 到了 他万一不交税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 要求他 对吧 提供担保 因此说 应税传博的 负责人 应当向海关 提供 与其依法履行 敦税缴纳义务 相适应的担保 等到这个 传博到达港口 以后啊 他再来 申报纳税 好 那他说 哪些财产权利 可以用于担保呢 但凡 可以把它变成钱的 值钱的呗 就可以用于担保 万一他将来 港口 到我们港口了 这艘船到港口了 他不交税呢 那没关系 他不是拿这些东西 来提供担保了吗 我就不害怕 不害怕 他不交税 那人民币 还有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对吧 完了是汇票 本票 支票 债券 存单 还有银行 非银行 金融机构的保行 这都值钱的 用于担保的 可以 以及海关依法认可的 其他财产权利 好了 一道选择题 OK 还有其他管理 应税传博在 敦税执照期限内 因为修理改造 导致近敦位变化的 那你这是在 敦税执照期限内的 那你那个敦税执照 继续有效 因为你在拿 敦税执照的时候 已经交过税了 那只要在期限内 都有效 哪怕说 你的近 敦位发生变化了 那还按原来的 可是应税传博 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候 还要提供传博 经过修理改造的 证明文件 因为等他之前的 敦税执照期到期了 他又得申领新的 敦税执照了 那将来申领新的 敦税执照 就得按照修理改造之后 新的近敦位数 来看看 他得交多少 传博敦税了 对吧 好 因为传级改变 而导致适用税率变化的 应税传博 在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候 就要提供 传级改变的 证明文件 因为我要看看 他可能原来 是普通税率 传级国变了 现在可以变成 适用优惠税率了 所以要提供 传级改变的 证明文件 好 第二 敦税执照 在期满前 毁损或者遗失的 应当向原发照的海关 来书面申请核发 敦税执照的副本 既然是副本 那就不用再去补税 好 这是遗失的 一定是在期满前 毁损遗失的 那补一个副本就行 不用补税的 因为你交过税 好 传博敦税的退还 补征追征的问题 这有几个期限要记一记 来 首先退还 退还往往是针对 我们多交了税 多交税有可能是海关发现的 有可能是我纳税人 自己发现多交了税 如果是海关发现 纳税人多交税的 那么赶紧的退 24小时内通知应税传博 办理退还手续 并且加算银行同期 活期存款利息 毕竟是占用了 纳税人的资金嘛 对吧 多收税了 那算利息 如果是纳税人自己发现的 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三年内 是三年内 以书面形式 要求海关退还 多缴的税款 并且加算利息 好 这是三年 纳税人发现的话 三年时间申请退还 过期不后 过了三年 你再找人家海关退 人家可不打理你 权利给你 你要及时行使 好 那海关呢 应当自受理退税 申请之日起 三十天内去查实 并通知应税传播 来办理退还手续 而主要是前面 那个三年记一记 好 然后补征 补征和追征啊 都是因为 我纳税人呢 税啊 交少了 但是补征啊 往往是 海关的责任 它不是我纳税人的责任 少交的税 是海关责任的 那么如果海关发现 少征了税 那可以在 缴纳税款之日起 一年内呢 来补征 就只有一年的时间补征 不加收支纳金 为什么不加收支纳金啊 因为 这是海关的责任 导致我们纳税人 少交了税 不是纳税人的责任导致的 那就没有支纳金 你不能让他背锅 好 但如果是追征就不一样 追征我们是针对应税传播 也就是纳税人 违反了规定 少交了税 那海关呢 他可以自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 三年内啊 来追征 那追征的话呢 就要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 至纳金了 因为这个时候 是纳税人的责任 少交了税 那海关 三年的时间来追 同时还可以追什么呢 至纳金 所以这儿我们叫 三退 一补 三追征 而我们在税法一单中 关税 它是一退 一补 三追征 对吧 一退 一补 三追征 它那个退还 申请退税 是一年的时间 申请退还 关税 但这儿呢 是传播 敦税的话 稍微有点不一样 三退 一补 三追征 好 我们来看题 来 多选题 他说下列 关于传播 敦税 征收管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应税传播 在敦税执照 期满后 尚未离开港口的 应重新申领 敦税执照 并自上一次 执照期满的次日起 续缴 敦税 没问题 好 再来 B 应税传播 负责人 应当自税务机关 填发 缴款输制日期 七天内 缴清税款吗 首先不是七天 是十五天 再一个 不是税务机关 是海关 好 C 敦税执照 在期满前 毁损的 那么应当向 原发照的海关 书面申请 核发 敦税执照的 副本 既然是副本 那就不用再 股税 因为我原来 那个正本的时候 我就已经 交过税了 应税传播 到达港口之前 可以先行 来申办 出入境的手续 但需要提供什么 担保吗 好 那 纳税又发生 时间是应税传播 进入港口的 当天 对的 那就除了B 其他的都选 好 再来 多选题 还是关于征收管理的说法 这是21年的 刚刚那道题是22年的 好 来 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的 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三年后 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吗 那三年后 猴年马月了 应该是三年内 对不对 不是三年后啊 三年内 好 错在这 B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 应该在24小时内 赶紧的 对吧 通知人家来办理退还手续 而且要加算利息 对的 应税传播 在敦税执照期满后 尚未离开港口的 要申领新的敦税执照 前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表述 好 敦税执照期满前回损的 你看 又是一样的 像原发照的海关 书面申请 这个敦税执照的副本 是吧 每次申报纳税时 可以按照税募税率表 选择申领一种期限的 敦税执照 没问题 所以这样的题 你看我们连着两年 基本上都是在征收管理照 来来回回 围绕这几句话 考来考去的 所以大家要多熟悉 征收管理的内容 再看单选题 传播敦税的纳税人 没有按期缴纳税款的 自至纳税款之日起 至交清税款之日内 要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至纳金 对不对 关税也是一样 包括税收征管法里边 至纳金都是万分之五 好了 就选B 好 这样的话 传播敦税就结束了 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税种 内容也不多 比较好理解 来 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 征税范围 从中国境外的港口 进入我们境内港口的船舶 哪怕是一艘中国籍的船舶 它也得交税 只是用优惠税率 好 所以税率 你要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下 用优惠税率 要么是中国籍的船舶 要么船籍国跟我们国家关系好 签了最惠国待遇条款 否则的话就是普通税率 好 完了 减免税优惠 减免税优惠 我们分为免征的 和延期的 那要去熟悉 因为考的频率也很高 免征的 你想50块钱以下的 跟关税一样 跟船舶 跟那个船舶顿税 跟车船税一样的优惠是什么呢 捕捞养殖渔船 军队专用的 警用的 大使馆的 对吧 这些都是免税的 还有像 敦税执照期满 24小时内 不上下客户的 以及 我买来的船舶 初次 到港的 空在船舶 这都是免税的 还有像什么 因为避难呀 防疫隔离呀 没有上下客户的 想走走不了的 也免税 另外就是延期优惠 什么样的情形可以延期 就是我刚说的 想走走不了 要么是军队征用的 要么是因为避难 防疫隔离 修理 不上下客户的 想走走不了的 好 应纳税额计算 从量定额征收 那记住 减半的一个是托船 一个是飞机动搏船 而托船 我们在计算它的 计税依据的时候 它往往给的是一个 发动机功率 所以我们要把发动机功率 乘以0.67 折合成近吨位 然后算出税以后 再乘50% 减半嘛 那如果是 无法提供近吨位 证明的 游艇呢 那就按发动机功率 它是折合0.05吨 它可是0.05 来算出近吨位 而游艇如果要算 闯博吨税 它就没有打五折的上 是不是 OK 好 最后是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 像纳税义无发生时间 进入港口当天 纳税期限15天 跟关税都一样 没有按期交税的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 至纳金 然后吨税执照 期满后 没有离开港口的 是不是要续缴吨税 从什么时候开始续缴 吨税执照期满的次日 次日 然后船还没到 经过核准 可以先行申报 办好这个入境手续的 它就得提供相应的担保 完了 哪些财产可以提供担保 要熟悉 而吨税执照期满之前 吨税执照如果不见了 亏损了 遗失了 我们可以补 但你补的是什么呢 执照的副本 当然 我们不用再补税 补一个副本就行 好 完了就涉及到 多交了税退 少交了税 补或者追 这叫三退 三补 三追征 三退是针对 纳税人发现的 三年内来申请退税 我多交的税 都可以加算利息 而补 补是针对海关的责任 导致少征了税款 那就一年内的时间去补征 没有质纳金 但如果是纳税人的责任 少交了税 那就是追征 三年内来追 而且同时有万分之五 按日加收的质纳金 也可以追 好 这就是有关 传博敦税的这些内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税法二 基础经讲课 咱们就告一段落了 到此结束了 好 那大家呢 你也是 已经结束了第一轮的学习 那我想你可能普遍有一个感受啊 就第一轮的学习 好像感觉自己学的并不是特别的充分 很正常 你不可能一口气就吃饱的 对吧 你也不可能说一次性 就全部把所有的内容都消化了 你在第一轮的学习 能够消化个百分之六七十都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继续第二轮学习 好 接下来又要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我们又来学一遍 完了你会发现 你每一轮新的学习都有新的收获 你在第二轮学习的时候 你就得重点盯着 你原来在第一轮学的时候 没有搞懂的那些知识点 第二轮 你就需要下功夫了 这不就是反复训练 反复茶漏骨缺 对吧 强化加深印象的一个过程 而且呢 大家在第二轮进行学习的时候 也可以配套着咱们的经典题解 或者五百五十道题 对吧 你可以一起刷题 一起训练 每复习完一章以后 然后去刷这一章对应的一些个习题 趁热打帖 而且做题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及时反省 就这个题错了 到底是为什么错 粗心呢 那下回记着 不要再马大哈 对吧 那如果不是粗心 是你就是这个知识点 你可能学的就不是很好 那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相应的课件的内容 我可以再看一下 或者说 你可以把课程再重新听一下 这段的知识点 老师当初是怎么讲的 你再去强化 对吧 加深印象 所以说 做题啊 不是光为了去对个答案 看看自己会还是不会 你关键是要搞懂背后的知识点 对吧 这才是对症下药 茶漏补缺 那其实你仿佛练题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仿佛打补丁的过程 这有漏我补上 那有漏我就补上 一直到你上考场 全身打满补丁了 那就很完美了 那你就准备的很充分了 充分上考场了 你也就自信了 对不对 好了 那别的话就不多说了 希望大家好好加油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再见